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前搬哪很苦人 大家好 你要靠那些農作物生活是不可能 長輩他們會覺得是真的是被騙起來 民國五十三年完工的石門水庫 提供北部的貢業農業用水 还具有发电及观光功能 但美景背后 却导致淹没区近三千人 被迫离开家园 苹果新闻网 防卫多位移民者新生 试图拼凑出这段 被遗忘的移民血泪史 一直涨上来 那一下全部冬季通通没有了 防水垮掉了 通过动员通过了 民国48年到51年间 石门水库淹没区 共278户居民 被政府分皮移至桃园观音 等沿海乡镇 这边是海边 又热又是沙地 大家坐着大卡车 这样迁到这边来 那种感觉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离乡背景那种感觉 翻越石门水库建设制 政府可以营造出被破迁的居民 皆获得妥善安置 事实上 移民者所分配到的耕地 却多是海沙地难以耕种 让这些居民有苦难言 这政府本人的刷断很高 我从来说我都好 我担到好 以前不然很苦 我没吃 因为去担 去求人的汉子来吃 以前来到 有一个美好厨 或是什么都没有 餐还做不出来 以前还有什么 如果想到吃饭 保释了 这段经历让居民一回想就红了眼眶 在充满不确定的迁徙过程中 宗教成为他们重要的心灵慰藉 石门水库的信仰中心复兴宫 也随居民来到观音乡 将军那六十年了 以前住户多 地方住家百姓都会来这边庆祝 以前是拜托人很老人 人很多人 以前都没耍人 人很多 现在三分早两分岐才有 就跟着水 旧的机会又多 这就带来无量了 居民摇摇苦撑重建家园 却没想到民国七十一年 观音工业区开发 田地再度面临征收 铸柴盘工厂拔地而起 居民大叹就像被政府欺骗 我爸都说被政府骗了 而且骗了两次 第一次被骗就是 就把他们丢到这里 之后第二次就是征收工业区 把他们的地征收掉 你政府你把这些人牵来牵去的 然后你有照顾他们 经意甲子历史的树林新村 仅存不到百户的居民 石门水库移民的这段血泪史 连同被拆除的旧式三合院 逐渐被世人遗忘 老燕 怎么能不看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